因为近年来社会资源相当的欠缺的影响 家府中心筹目散款不尽理想 还好爱心民众主动提供了新鲜的蔬菜 并让家府的学员亲自来采收 以及上街来意卖 虽然说款项并不多 但是希望唤起更多的社会大众 继续来支持家府的孩子 家府学员将菜园的蔬菜经过简单清洗后 马上赢着市街来叫卖 借着一点心力让住中心成立更多商环 来掀出更多若是家庭 家府中心义卖哦 我觉得帮忙的话 我觉得对自己应该 对其他人应该说很好 因为我觉得这些蔬菜很有用 对家府来说 帮助应该是件好事 是很好的 所以我才会来帮忙这些推 来卖这些地 来卖这些地菜 中心表示 所谓的弱势小大人 就是要帮忙家府生计的弱势学生 常常因此不能安心读书 所以要有更多社会资源 来解决他们的困难 而这种意卖只是抛砖引玉 就是期望社会大众的开心志气 因为大概是受到景气的影响 可是在弱势找手小大人这个问题的话一直是存在的 我们今年透过中国信托银行 他跟家府基金会共同来呼吁大家 可以大家的监管把这样的款项用于我们这些找手的小大人 尤其这些热树的小大人 收获的意义 宜兰兄记者张丽玲采访不到 祝了 祝了 感谢观看